不用现金的生活方式在欧洲国家也相当普遍 当地人多数用信用卡和转账卡等等来付账 一些店家甚至可以在店门口摆明说不接受现金付款 北欧的瑞典在不用现金的发展同我国类似 但是却比我国走得快许多 它国内流动的现金在这七年里少了三分之一 Anders一家来自瑞典 两年半前因为工作的关系来到了新加坡 每年全家会回瑞典度假一到两次 在瑞典消费它很少用到现金 所以钱发里现金不多 Anders在瑞典消费时用的是信用卡和转账卡 还有一个手机转账程序Swish 电子付款盛行 瑞典市面上流通的现金一年比一年少 在2010年流通额超过900亿瑞典克朗 之后每年逐渐减少 到了2016年流通额下降到了624亿瑞典克朗 七年内跌幅达到35% 有统计显示 瑞典人是全球使用电子付款最频密的先进国 一年达到132次 超越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 新加坡人使用电子付款的平均次数是43次 只有瑞典的三分之一 Anders和太太在新加坡 除了在网上用信用卡消费以外 其实还蛮常用到现金和支票的 在新加坡 流通货币是逐年增加 去年新加坡市面流通的货币总额425亿新元 比瑞典多出超过两倍 新加坡是区域金融中心 为什么新加坡人还是爱用现金来付款 而同中国相比 是因为中国从现金交易直接跳到了无现金支付 它从现金支付到智能手机支付这个跳跃 其实它跳过的一个阶段是用信用支付 在中国现在这个智能手机的支付本质上还是用借记卡在支付 就是你必须在银行账户里自己存有钱 才可以使用你的debit card来完成支付 而不是像我们可以利用信用卡 利用银行授予你的信用授权来完成一个支付 我国要从信用卡和转账卡平台发展到无现金社会 教授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快可慢 如果是完全基于一个自然商业活动的话 当我们从今天的用卡支付到移动支付 这个阶段可能至少需要三到五年 需要行业整合 然后如果背后有国家的强力推动的话 可能快到只要一年就可以发生了 其实新加坡在迈向无现金社会的发展具有潜能 因为新加坡的手机平板电脑等渗透率是149% 无线互联网渗透率186% 而且96%国人有银行户透 在新加坡生活的Anders认为 本地无现金发展无法起飞 是因为市面上有太多不同的信用卡和转账卡支付平台 但是新推出的PayNow 同瑞典的转账平台出发点类似 具备了潜力 在新加坡的设计时期间 所以它有一个情况下 它是2011-ish The only reason why we have cash was actually when I'm going to split a lunch with my friends or pay you or something like that was peer-to-peer The banks combined and said like why don't we do this together So it's not about competition but helping the society develop into a cashless society because it would benefit for both the banks and the populations and commerce overall So then all banks together created a platform called Swish Anders相信 一旦新加坡的手机付款系统 扩大到能够付款给商家 无现金支付的使用会普及起来 I think with pay now We're taking a major step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major breakthrough for a peer-to-peer payment definitely in Singapore So I look forward to that myself as well 看来本地无现金付款的发展 止日可待 目前我国60%的个人消费 仍然是用现金结账的 这些消费是哪些呢 你可以到我们的面部网页了解 网址是facebook.com slash moneyweek 接下来是未来几天的财经动态 下个星期三 我国将会有7月份的通货膨胀数字 消费物价指数虽然连续7个月升高 但是涨幅在6月份有所放慢 通胀的走势预料会影响 金融管理局10月份 会不会调整货币政策 今天节目就来到这里 感谢收看财经追击 我是董思华 我们下星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